自信经经第五法藏比丘说自己 而白佛言我尽为菩萨道 以发无上正觉之心 去愿做佛悉令如佛 愿佛为我管宣经法 我当奉持如法修行 把诸情苦生死根本素成 无上正的正觉 欲令我做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 教授明智皆闻十方诸天人民 及渊软类来生我国 即做菩萨我立誓愿 都胜无数诸佛国者 宁可得否世间自在 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 譬如大海一人斗梁 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仍有之心 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刻果 何愿不得如自私为修和方便 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 如自当之精进佛国 如应自舍法 当白言次意红身非我 境界为愿如来 因正变之广业 诸佛无量妙差 若我则闻如是等法思维 修习世满所愿 世间自在王佛知 其高明之愿生果 即为宣说二把 依实意诸佛刹土 功德严禁广大圆满之相 应其心愿 即现与之说 是法实经千亿岁 而是法藏文佛所说 解析度见 启发无上殊胜之愿 于比天人善恶 国土粗妙思维究竟 便亦即心选择所欲 皆得大愿 精勤求所 公圣保持 修习功德满足 五节于比 二十亿具知佛土 功德庄严知识明了 通达如意佛 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笔迹 设授予 富一世自在 王如来所其手里 阻绕佛三家合掌 而住白言师尊 我已成就庄严佛徒 清净之行 佛言善哉 今正是实辱 因据说令众欢喜 意令大众文师法语 得大善力能于佛刹 休息深受满足 无量大愿